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英格烈、鮑曼·Ingret Bergman,1915年8月29日生於瑞典首都斯德戈戈爾摩、瑞典國保級電影女演員,曾獲三座奧斯卡金像獎、兩座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及一座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的主演。 1999年,美國電影學會選他為百年來最偉大的女演員第四名 2015年在他百歲名單之際,第六十八屆康城影展海報主視角 是以他的的清爽笑容作為緬懷 康城影展表示,他是摩登偶像、自由女性,也是大膽的演員 是何理活明星,也是新寫實主義要角,飾演於多種角色,落腳於各個國家 但從未失去他的優雅和單純 自由、無謂與現代主義是影展連復一年透過獲掌藝術家和電影所強調的價值 也曾於1973年擔任第二十六屆康城影展評審團主席的鮑曼也鼓勵著電影節 潮者一價值方向行進 影展期間播放了紀錄片 英格列、鮑曼、伴隨著兒女們的回憶回顧了鮑曼的一生 英格列、鮑曼在67歲生日當天 1982年8月29日,於英國倫敦去世 當時他已患乳癌許久 正確的死因則是乳癌手術後產生的淋巴瘤病發症 他的遺體在瑞典火葬 大部分的骨灰被灑向大海 其餘的骨灰則與他的雙親一度埋在斯德哥爾摩的宮墓 當時並有小提琴演奏著北非蝶影的主旋律 As Time Goes By 外面懷鮑曼在北非蝶影中的演出 他的自傳 Ingrid Bergman, My Story 於1980年出版 內容包括他的童年、早期、荷里活時期與羅塞里尼之間的關係等 這本自傳的出現是因為鮑曼的子女警告他 如果他不談論他的人生 人們將只能從傳言與訪談來認識他 為了表揚鮑曼對電影產業的貢獻 他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上被贈與一火星星 鮑曼也成為一位文化偶像 不止是因為在北非蝶影中的角色 而是演員生涯的全部 除此之外 鮑曼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演員之一 後來一種運種的玫瑰也已隔裂鮑曼來命名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假裝 Nanlavia 方法 可以 幫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